今天在江戚市議會抗議 江戚市甘休甘營者 郝憲宜 早就集結民眾到江戚市議會 劉報條町情 訴求甘休店接連 遭受的勢夾 順勢參眾 健康順利切斗案來進行 這期健康大案修辦 特別來町情民意儀館 請各位市議長副貴司主持共同 在江戚市長公民會進入議會時 郝憲宜也向前來町情 拜託市長公民會來作主 讓郝憲宜做生理可以安心 郝憲宜宜 郝憲宜所經營的電影店 一年早就帶到兩次的勢夾 自己鼓勵 總共四千萬的順勢 郝憲宜表示 這是要做生理所來受害 站在背後人的立場 希望可以有治安機關保護 讓他想不開的事 在被窮斷的盡控之下 要還要被別接受上一切斗案來進行 對於這種對台各感受 郝憲宜才住到一大堆的人 郝憲宜來臨前 未來以後會成立受害者臉病 讓受害者可以勇敢站出來講話 臨前書在郝憲宜宜 市警察局長四千萬接受 我們的所謂的事情 可以說今天 大家都 都 都 去 去 健康保護的情侶 來吃 來贊助 受傷害 來給這些拍賭 還來破壞我們治安 那麼我今天 在這裡聲明一點就是說 傷害我已經做生了 那麼今天 不管今天勤到動善還就職也好 我心想一下 我們受害者 發生會發生的基金會出來 自己市長安兵費在進入市集會的時候 好憲是拜託市長 保護者做生意安心 請市長做主 自己市長安兵費 剛收到民眾 財產主席的傷害 這是政府的質疑 一定要積極處理 這個重大的治安事件 絕對是全民所關注的 絕對不容許此案 所以我們也會要求警方一定要全力 而且要收集相關的證據 提供給警方做偵辦 我相信對人民的一個 對治安的信心 對人民的保護 才是我們重要的責任 當然自然要讓民眾有信心 我們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更期許我們的同仁 一定要更用心更容易來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或許對於法條是有爭議的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過程當中 警察能夠因此鬆懈認真辦案 對於我們警察同仁的辛勞 我們在這裡給予鼓勵 跟家圓 我們希望繼續努力 那再跟所有的市民 共同維護一個安全 幸福的好城市 各位市議會 在議會當中 約就本案接受人情 就是說 警方以大半小這個方式 他覺得非常非常不滿意 而且對他的這個 對你們民眾 可以說心深恐懼 那我們在這邊也請讓警方 能夠加減在我們這個治安的問題裡 以及重視這個城鄉這個案件 我們會繼續來關心這個警方的這個 這個辦案的這個情形 各自警察局長的事情 並表示 比海人有恐怕以及安全的遺留 各自警方有派堂口 隨時保護比海人的安心 警方用多一種的案件來認定 案外當時 警方是依照當時所掌握的禁忌 補請檢察官 之間有時候也很難去論斷 那所以我們同仁 就是以當時所掌握的這個 這些證據呢 報請檢察官 那這個成本的檢察房檢察官 初步他做了認定 那目前這個案子呢 已經兩個嫌亂都到案 那我們在檢察官的指揮之下 我們會再繼續的努力 繼續過大來偵辦 把其他的賬戶或其他的共犯 有的話 我們都會把它 神之以為 讓嫌犯得到應有的最重的一個懲罰 最近新聞 蔡品董 嘉義七 彩虹 報道